澳洲海關查獲110公斤走私象牙 澳洲海關上週在博斯航站 查獲大量即將運往馬來西亞的走私象牙 週日被澳洲當局查獲的象牙 重達110公斤 總價38萬5000美元 象牙原先預計從馬拉威 經由澳洲西部城市博斯運往馬來西亞 澳洲海關人員在檢查空運貨物時 發現這批走私象牙 估計每年大約2萬隻大象被不肖業者盜獵